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证明民进党提名 不是打假球 大马路上搭起舞台 规模几乎比照选前之夜 23号姚文志第一场大型造势晚会 地点就在民进党中央楼下 27位民进党市议员 各动员200人 84位里长加上市党部干部 光动员人数就有上万 力拼团结让民进党支持者 全部归队 因为绿营内部分析 只要姚文志能够拿到2002年 林应援将近三成六的得票率 巩固40%基本盘 就有机会做二抢一 这是三抢砥砺的态势 需要做更大规模的组织上面的动员 其实这种大型活动都很花钱 是不是我们可以用一种 比较现代的方式 我觉得难道每次选举 都一定要插旗子 然后办造势晚会 然后每个人再发一个帽子 发一个背心 大型造势不够现代 柯P不止话说得酸 23号这一天 剖照片发表竞选连任宣言 说自己已经在太太同意下 跟银行贷款2000万 当作选举经费 强调选举不应该只是姚琪呐喊 和姚文志抢一提主导权 互尬亦未农 小林新闻 孙同报导 谢谢大家 咱们 谢谢